有人加伦 李庆主演的新剧《请君》中主要演员已经陆续杀青 近日官博也晒出部分杀青大合照 其他主演也在场为其庆祝 据悉《请君》将在12月全员杀青 如果后期制作排期等事项顺利 该剧将能在2022年与大家见面 对于此剧 小编觉得是特别值得期待的 认为此剧或将成为2022年爆剧之一 这部剧的三大看点组织称爆款剧这个称号 第一就是故事题材新颖 《请君》是一部爱情 仙侠 民国 其幻剧 主要讲述了千年战神陆岩和仗义女债主于登登的爱情故事 男主陆岩是一位沙神将军 神心千年 傲娇禁欲 口闲体正直 沙发决断 铁血柔情 为爱沉睡千年 一朝苏醒 鬼神难倒 女主于登登是侵权债少债主 看财好色的仗义女土匪 前世是神女 娇俏可爱 力能扛顶 抢尽抢到了真命天子 千年轮回 一见钟情 第二大看点就是主演颜值 点击君在线 该剧官宣后并未在官博发布很多主演海报物料 但仅从观众路透的一些零散图片足可以看出男女主特别般配 无论是任嘉伦还是李庆 都属于颜值及演技君在线的演员 尤其是二人在古装人物的塑造上 堪称是古武剧颜值天花版的存在 任嘉伦的大唐荣耀锦衣之下周生如故 尤其是近期周生如故里的周生辰 小男陈王真的太令人心动与心痛 李庆的《庆余年》 锦绣男哥《狼殿下》《楚桥传》以及电影《朱仙依》 前不久锦绣男哥刚刚获得国际艳美奖 也算是走出国门的第一人了 另外 亚人都属于比较低调的人 除了剧本宣传外 一般显有个人生活爆料 因此普通观众员叫好 所以看到二人首次合作的新剧 大家普遍看好 第三大看点是资方级制作团队给力 此剧是HES一重点打造项目 导演为古装神剧陈情令的导演郑伟文 相信制作团队能打造出一部好剧和暴剧 所以这部《寝君》质量是不用担心了 加上人家伦和李沁的组合 都是演技很好的实力演员 堪称神仙剧组了 你期待这部电视剧吗 对这部剧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哦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谢谢大家